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验书管理去年考试 按理题考了一个大问 里面有两个小问 第一个考核的是 混凝土子分布工程 包括了一些分项 这是一个五分 第二个考核的是 混凝土结构要做实体检验 实体检验内容 包括了一些 他考试给一个 剩下几个就能写 好 我们来看 首先看第一小节7001 工程资料与规档 要掌握的第一个点 工程资料的形成 一 资料不得随意改 如果要改 是画改 由画改人签署意见 谁改 谁签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工程资料原轴上要求应该是原件 没有原件 复印件怎么办 或者原件数量不够 只能用复印件来错 那么复印件应该怎么办呢 要盖章 要签字 要日期 盖章谁盖章 提供单位在复印件上 加盖单位工程 签字 金办人签字 签字 日期 这是它的落款日期 记住 原轴上要求要是原件 而且原件的重份档案必须交给档案管区备案 你建设单位自己保管的重份档案原件不够 保管复印件的话 要有盖章 要有签字 要有日期 好 这是资料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小节7002 地基基础工程质量验收 去年考核主体结构 今年在基础部分一定要注意 基础它是一个分布工程 包括七个子分布 七个子分布分别是地基 基础 机空 支护 地下水 土方 边坡 防水 七个子分布 好 那七个我建议各位把它配下来 再重复一遍 基础工程的七个子分布分别是 地基 基础 支护 地下水 土方 边坡 防水 七个子分布 第二个 基础工程验收分五个步骤 首先第一步施工几页自评 第二个 受计认可 第三个 监理核定 第四个 业主验收 第五个 政府监督 政府监督就是当地的资权站要过来监督你的基础工程验收 那么如果要通知资权站你基础工程验收的话 提前多久了 要提前三个工作日 很多选手老师不对啊 管理上不是提前七个工作日吗 你搞错了 提前七个工作日通知 那叫竣工验收 竣工验收是单位工程 我就指是基础工程是分布 比单位工程低了一个级别 所以基础工程验收通知资权站是提前三个工作日 而不是七个 验收程序分五部 第三个 谁组织谁参加 组织者由于它是分布工程 当然是总监理工程师 如果这个项目没有监理 也可以是建所当的项目负责人 远走上一定是总监 谁参加了 五方主体项目负责人 那是必须来的 建所单位 监理单位 勘察单位 设计单位 和施工方的项目经理是必须来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讲施工方 施工方到底要来的人有类些 施工方要来的人有 我们总结 项目上至少应该来三个 企业至少来两个 项目上至少来的三个分别是 项目经理 项目技术负责人 项目质量负责人 讲斑了就是项目经理 项目总工 和项目的质量负责人 这是你们项目上这三个是必须来的 你施工方单位必须来的了 单位的技术部门负责人 单位的质量部门负责人 记住他只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 千万不要答单位的技术负责人 单位的技术负责人 那是企业总工 企业总工在公司是一个副总 他的级别至少是一个副总 他并不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 部门的负责人只是一个部门经理 跟副总比还是低了半级了 所以项目上至少来的三个 跟企业来的两个 企业来的这两个 一定是一个部门经理的级别 你少掉部门两个则是错的 我再重复一遍 因为企业来的是 一个是企业的技术部门负责人 一个是企业的质量部门负责人 他们只是一个部门经理的级别 少掉部门两个则是错的 项目上来三个 企业来两个 你重点把施工方谁必须来 把他重点搞定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小节 7003 主体结构工程质量元素 主体结构也是一个分部 包括七个子分部 七个子分部工程分别是 混凝土结构 气体结构 钢结构 钢管混凝土结构 形钢混凝土结构 铝合金结构和木结构 我们把它总结叫 主体结构七子部 四钢木气铝合金 七个子分部工程 四钢木气铝合金 木结构 气体结构 铝合金结构去了三个了 总共七个子分部 还有四个钢 哪四钢啊 钢筋混凝土结构 钢结构 钢管混凝土结构 形钢混凝土结构 钢筋混凝土结构 这是这里讲的混凝土结构 这就是它的七个子分部 四钢木气铝合金 低方考两分多选 问你 主体结构子分部工程有哪些 有两分多选题 13年考过一次 16年又考过一次 这是我记得最清楚了 所以低方考两分多选 好 它的第一个子分部工程是混凝土结构 混凝土结构包括六个分项 六个分项分别是 模板 钢筋 混凝土 预印力 线胶结构 装配式结构 六大分项 去年考试按理题出题就出它 但是一定要根据题目背景去分析 我这个项目上这六个分项 是不是全部都有 有些根据题目背景分析 它是没有的 比如说我不做装配式 那么装配式结构这个分项就没有 比如说我不做预印力 那么预印力这个分项就没有 所以你要结构题目做大 好 这是混凝土结构包括的分项 有六个分项 第二个 结构实体检验 混凝土结构要做实体检验 实体检验内容包括五个方面 混凝土强度 钢筋保护整厚度 结构位置 尺寸偏差 合同约定项目 五个 集中 除了结构位置跟尺寸偏差 你施工单位自己组织实施之外 由监理来组织 你来实施之外 其他的所有实体检验项目 必须委托给有资质的第三方 检测机构来做 结构位置跟尺寸偏差 你施工单位自己可以实施 由监理来组织实施 其他所有的 都必须委托给有资质的第三方来做 这是实体检验 实体检验的内容 第一个叫混凝土强度 检验的方法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用同条件养护尸块方法 这种方法检查混凝土强度是最常用的 如果同样尸块没有流 还有第二种方法检查混凝土强度 叫回弹取心法 回弹取心法判断强度合格 怎么判断 我们早几年考试考过的 这个真体里面有 在我今年的案例砖上突破 我也会讲到一个题 好 检查混凝土强度的方法 有两种 哪两种 我建议各位把它配合 为什么不被上边实体检验的内容 因为这个点是去年刚考过 第三个 谁组织谁参加主体结构验手 主体结构 它是一个分布工程 谁组织当然是总监 或者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也可以 有建立单位的一定是总监来组织 谁参加不能叫五方主体 只能叫四方主体的项目负责人 因为勘察不来 勘察只对基础负责 其他分布工程业手他都可以不来 我们就讲施工方 施工方到底谁必须参加主体结构验手 我们总结叫项目二 加企业二 项目上两个 企业两个这四个是必须来的 项目上两个分别是项目经理 项目总工 企业两个分别是 企业的技术部门负责人 和企业的质量部门负责人 同时各位看清楚 一定是一个部门的部门 他跟基础是一样的 但是他跟基础不一样的地方是 项目上基础是来三个 而主体结构基础项目上是来两个 少了一个谁了 少了一个项目的质量负责人 这个是少了的 为什么少 因为我们教材写都不一样 依据的规范不一样 所以说法也就不一样 对你考试来讲你就一定要分清楚了 再强调一遍重点 你们单位来的人只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 讲得直白一点只是一个部门的部门经理 一个是技术部门的部门经理 一个是质量部门的部门经理 千万不要把部门两个字去掉 去掉答案者是错的 好我们看去年考试题 某新建筑宅群体工程 包括10栋装配式高层住宅 5栋现交框架小高层公寓 移动售局活动中心及地下抽雇 总建筑面积31.5万平方 本工程完成全部结构施工内容后 在主体结构验售前 项目上制定了结构实体检验专项施工方案 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单位 在监理单位见证下 对射击混凝土结构安全的 有代表性的部位 进行钢筋混凝土保护层厚度的检测 检测项目全部合够 问题 主体结构混凝土 子分布应该包括累协分项 包括累协分项 还有6个分项 模板 钢筋 混凝土 预引力 现交结构 装配式结构 但是你不一定是6个都能答 要根据题目背景 它可能有些分项是没有的 比如说各位来看 它题目是 这是一个住宅 装配式有 现交有 预引力有吗 没有提到预引力 模板 钢筋 混凝土都有 现交结构就有它 现交结构有 但是不能答预引力这个答案 一答就不给满分 所以各位 它包括的分项只能打5个 模板 钢筋 混凝土 现交结构 装配式结构 这5个分项你把它答上就行了 好 我们再看第二小问 结构实体检验 还应该包括了一些检测项目 实体检验还应该包括了一些 你看它题目给了什么 题目给的实体检验项目是 钢筋保护层厚度 除了钢筋保护层厚度 这个项目还应该检测的项目是4个 混凝土强度 结构位置 尺寸偏差 喉筒约定的其他项目 这4个实体检验也必须检验 很多学员这一个答案不答 喉筒约定的其他项目不答 教材上有 你就必须答呀 我们去年改俊就是标打里面的一分的 你不答 满分就没有 好 第五小节 7005 装饰装修工程的质量验数 这一节我们需要掌握的点是 有关安全和功能检测的项目 到底检测什么 首先讲第一个门窗 门窗在装饰装修工程里面是一个子分布 它在验收时安全和功能检测项目应该做三性实验 气密 水密 风压三性实验 第二个市面板工程 市面板工程安全和功能检测项目 针对它里面的后置埋建应该做现场拉拔力检测 讲白了这是做拉拔事业 检测后置埋建现场拉拔力 第三个叫市面砖工程 市面砖不管它是样板砖还是工程砖 我们需要做的安全和功能检测项目是 做它的粘截强度检测 这个砖在墙体上能不能粘得住 要做粘截强度检测 好 木墙 木墙有关安全和功能检测项目是 硅铜结构胶 要做相容性和玻璃粘截性实验 后置埋建跟潮式埋埋建 应该做现场拉拔力实验 木墙要做三性实验 气密 水密 封压和层间变形形容 要做这么三个方面 这是木墙应该做什么 好 我给各位的建议 门窗工程安全和功能检测项目 做的内容把它背好 木墙工程安全和功能检测项目 做的内容把它背好 我认为最有可能是木墙 把木墙把它配好 再重复一遍 木墙里面的结构胶 要做相容性和玻璃粘截性实验 木墙里面的后置埋建跟潮式埋埋建 要做现场拉拔力实验 木墙要做三性实验 气密 水密 封压 再加一个层间变形形容的实验 这些是要求各位把它做好的 第六节7006 单位工程竣工验收 重点讲竣工验收程序 竣工验收分三步 首先第一步要自检 自检谁组织 顾名思义 施工单位自己组织 如果这个单位工程里面有分包工程的 比如说电梯是分包的 木墙是分包的 分包工程自检分包组织总包派人参加 所以自检的原则就是谁施工谁自检 这个单位工程总包干总包自检 分包出去分包自检 谁施工谁自检 但是总包一定要来的 自检合格第二个预验收 谁组织预验收 总监 谁参加 专业监理工程师 项目经理和项目总工必须参加 专监项目经理项目总工必须参加 他叫预验收 预验收合格才是最后的正式的竣工验收 第一 竣工验收要申请 谁来申请 施工单位 由他来申请竣工验收 考试这个地方考案例题改错 是极有可能会错的 他错在哪里 他说 由总监组织预验收合格后 向建设单位申请竣工验收 很多学生根本没有看出来这里边有错的 你再仔细评一下 向建设单位申请竣工验收 这个向前边这个人是总监 错 必须是施工单位 第二个 申请竣工验收要提交一个文件 提交竣工报告来申请 不叫竣工验收报告 他叫竣工报告 竣工报告谁出的 施工方出的 竣工验收报告是竣工验收合格之后再出 由建设单位来出 好 申请竣工验收是提交竣工报告 谁来组织竣工验收 建设单位的项目负责人 业主方的项目负责人来组织竣工验收 谁参加 五方主体项目负责人多得来 施工单位的技术质量负责人必须来 有分包单位的分包单位的负责人必须来 好 我们不管有没有分包 我们就看施工方至少应该来几个 施工方你们项目上至少应该来一个项目经理 你们公司至少应该来两个 一个是公司的技术负责人 一个是公司的质量负责人 所以施工方是项目上来一个公司来两个 这两个里边有部门两个怎么没有 因为它是单位工程验收 级别比分部工程高 所以不能是部门负责人 而是技术负责人和质量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就是我们经常给对外奖的企业总工 质量负责人就是我们给对外奖 你们单位里面的质量的中间 大概是这样一个角色 我们看一个题 他说 某高校新建教学及抠研楼工程 其中抠研楼电梯安装工程 为建所单位指定分包 电梯安装工程早于装饰装修工程完工 提前由总监组织验收 可不可以呢?当然对 因为电梯工程是一个分部工程 分部工程由总监来组织验收 没问题 总包单位未参加 肯定不对 分部工程验收总包必须参加 没有参加就不对 验收后 电梯安装单位将电梯工程相关资料 移交给建所单位 把资料移交给建所单位 这种做法是错的 为什么错? 因为 电梯安装单位是一家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跟业主方是不能发生联系的 你们只能把资料交给总包 整体工程完成时 电梯安装单位已经出场 由建所单位组织 监力、授记、总包参加了单位工程的质量验收 单位工程质量验收 这是我们给各位讲竣工验收 竣工验收建所单位组织没问题 各位来看 监力、授记、总包参加 勘查单位来了吗? 没有来 分包单位这家电梯安装分包单位来了吗? 也没有来 所以 竣工验收分包单位需要来 五方都要到齐 勘查没有来 那么第三个错就出来了 竣工验收参加单位不齐 这就是他的第三个错 好 问题 背景资料中存在了一些错误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三个错 第一个错 总包单位未参加电梯安装工程验收 正确做法是总包单位是必须参加 第二个错 电梯安装单位将资料移交给建售单位 是错的 正确做法是应该移交给总包 因为分包跟业主是不能发生工作联系的 第三个错 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参加单位不齐 勘查单位和分包单位也是必须要参加的 哪家分包单位题目背景只给了一家 你必须写出来电梯安装分包单位 也是必须要参加的 这就是这个题里面的三个错 这一节我们就给各位讲完了 也就是我们一级建造式建筑实物的金奖课程到此为止全部结束 关于各位复习 我觉得有必要简单给各位讲几句话 第一句 回去复习 一定要结合我的全套金奖课 结合讲义 逐字逐句去消化 该背的点必须背 该记的点必须记 你不背你不记 你别想通过建筑实物之门口 这是我的第一点建议 第二点建议 我们的金奖课程是通过正版教材可以免费兑换 可以免费兑换 所以我们的讲课时长是有一定限制的 也就是教材上有些地方可能没有讲到位 没有讲透 所以各位 一定要听我后边的案例专项突破和冲刺版 把它做相应的补充 如果只听金奖课 我觉得可能会不够 把案例专项突破 把冲刺后把它两种结合起来 效果会更好 当然案例专项和突破这两个班级是需要各位你自己花钱购买 性价比非常高 不会很贵 至少在所有网销里边 我觉得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 所以我建议各位跟着我的扣证 把案例专项突破 把冲刺扣成一定要把它学好 我在案例专项突破或把教材之外的需要引申的一些最新规范 会通过题目来给各位讲 这是第二点需要给各位强调 第三点需要给各位强调 这是复习时间 一定要足够重视 要花足够多的时间去复习 如果你只是法规看一小时 管理看一个小时 经济看一小时 建筑书还看一小时 各位你放心 我们这么够肯定过不了 你其他三门公共课 每门口只看一个小时 我这门口至少要看到四个小时以上 因为我的难度不是任何一门公共课可以比的 所以要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 最后一点 要动笔去写一写 很多学员他只是看 或者说只是拿出视频看 从来不动笔写 结果发现上考场 你在主关题答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根本就无法组织语言 也根本就无法写 也写出来四个小时的考试 你根本就坚持不下来 好 这是我们课程讲解之后 给各位简单讲的几点 金讲课程终于讲完了 本讲到此结束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5 打工 3 1 1 感谢观看